好,看第七章之前,我們先回到這個圖一下 好,還記得我們之前講過的所謂的機率 就是我已知母體,我用母體來產生樣本的這樣一個過程 我用機率模型來產生樣本 那,所以從母體產生樣本做Sample 像我們R軟體裡面的Sample 或者是RNorm,RUNIF,那些R開頭的 通通都是從筆子的母體產生樣本 包含Sample也是 那,離散的部分我們都可以用Sample來做 連續的部分我們都要用R開頭的RNorm,RUNIF來做 那這個是產生樣本,RPOS,布瓦松分布 然後呢,這些樣本接下來就是統計的部分 因為通常真實的世界我們不知道母體長什麼樣 以骰子而言,我們很清楚它如果是公正骰子,那是六分之一 但是呢,真實的世界 那請問一滴血液裡面到底有幾支白血球 我們是不會知道的,我們只知道說從過去的經驗裡面 平均一滴血有多少白血球 我這次抽樣,一滴血又有幾個白血球 但我沒有辦法真正知道母體到底應該是怎麼樣 OK,我只能夠從樣本裡面看到結果 OK,那這時候呢,就變成是統計的功能 統計的功能裡面的最簡單的就是敘述統計 敘述統計呢,它透過把樣本計算出一些值 這些值呢,就稱為統計量 那透過這些統計量,我們可以來推論母體的參數到底是什麼 比如說母體的平均數是什麼 母體的mu,母體的變異數sigma 標準差sigma是什麼 之類的,這些透過統計量來推論母體參數 然後呢,有了母體參數之後 假如母體真的服從那種分布 那我們就知道母體是什麼 可是事實上,母體會不會服從那種分布 你必須要仔細研究它的數學特性 它的數學特性是否會讓母體呈現某種分布 這是不一定的 那所以呢,這一章我們要講的就是抽樣和敘述統計 抽樣和敘述統計 抽樣,有沒有,抽樣,從母體產生樣本 這是抽樣 有了一堆樣本之後呢,我們就可以做敘述統計 講的是這一段 好,那,所謂抽樣就是 從母體當中抽出一些樣本 我們會盡可能確保樣本的隨機性 以免抽到的樣本有所偏差 但是這一點很難 你在真實的在做統計的時候 你要確保隨機性是很難的一件事 舉個例子而言 非常多的社會科學領域的人 都在做這樣的統計 調查,什麼調查?問卷 有沒有人打工去發問卷過? 在場,沒有 大家都這麼好命 沒有打工去發問卷 你會打工發問卷的時候 你會發現大家都不要一寫 誰要花時間,花力氣來幫你寫問卷 然後你就會說,甜問卷送糖果 就會發現,怎麼排在前面的都是小孩 因為你送的是糖果 甜問卷送變形金剛 還是一樣,都是小孩 甜問卷送地瓜 然後前面都排的老阿嬤 對不對 那根據你到底甜問卷送什麼的結果 你會發現它的樣本根本就不隨機 它的樣本是偏差的 所以其實做那種事情最難的地方 根本就不是數學 也不是統計,而是心理學 你到底要怎麼樣子 讓人家願意來甜問卷 而且它是一個隨機樣本 甜問卷直接送錢 送100 這送100 這或許會稍微比較 比較隨機一點 但是呢,真的很隨機嗎 你想一想 你甜問卷送100 如果你面對的對象是比爾蓋茲 他會幫你甜嗎 會吧 如果你面對的對象是一個貧窮的接友 他會不會幫你 那通常比爾蓋茲會幫你甜的幾率很低 但是貧窮就有幫你甜 因為你送100的幾率很高 對吧 那你抽到的一定是偏向貧窮的樣本 你沒有辦法對貧富一次同仁 如果你想研究的點跟貧富無關 那我們可以假設他是獨立的 那我就不管這件事了 那OK啊 所以當你在抽樣的時候 你就要想清楚 我到底怎麼樣子抽樣 能夠確保隨機型 這點就我自己的了解 是非常非常困難 我根本做不到這件事情 我沒有辦法保持抽樣的隨機性 OK 那你比較有可能的是 就是說像現在很多電話調查 電話是一個比較普及的工具 OK 那你電話調查 你還是會得到一些偏差的樣本 就是說我絕對抽不到沒有電話的人 所以電話民調之類的東西還是有偏差樣本的 因為你的想抽的是全體國民 有投票權的國民 但是你電話調查的對象 最後你只能調查到有電話的人 而且那些有電話的人呢 通常像舉個例子 我通常接到這種電話 我第一個就說 謝謝不好意思 我沒時間 你會發現你抽到的那些人呢 往往就是他有閒有空 那個阿嬤還跟你聊 他女兒到底什麼時候要嫁人的事情 那那個阿嬤 你調查的就會偏向於這種族群偏多啊 而且隨時隨地你什麼到底幾點調查 都會影響到你的抽樣的隨機性 我今天白天上班時間 我拼命打電話調查 結果我抽樣到的都是家庭主婦 上班上課時間我只能抽樣到的 結果都是家庭主婦 這個就偏差了 所以你要怎麼樣子確保樣本的隨機性 這是一門非常高深的學問 我沒辦法教各位這種東西 那像尼爾森這種專門做調查的公司 他們應該有一套方法可以確保隨機性 這是我沒有辦法教各位的 因為我這種實務經驗不是很夠 OK 所以你要想清楚 你想抽樣到底那個母體是什麼 我這樣子抽下去 會不會造成某種偏差 那如果你在抽樣的時候 通常抽樣你是為了要寫一份報告 做一個論文或做出某些統計量 這時候你就應該交代這些事情 我的抽樣會不會導致某些偏差 我怎麼樣子去盡可能的避免這種偏差 OK 那這裡就會牽涉到舉個例子 我們之前曾經曾經講過說 我可以做一些檢定 譬如說 我今天想要知道某種新型的株式量 它是不是新型的歐樓肥 是不是呢 讓豬長得特別快 那我就 一種簡單的辦法就是 OK 那從前呢 豬平均每天長幾公斤 每個月長幾公斤 平均 然後呢我用新飼料之後呢 在這一群豬裡面 它每個月長幾公斤 那如果我就原本呢 每個月只長一公斤 結果我用新飼料之後 每個月長兩公斤 那我可能就覺得 哇 新飼料確實有效 可是真的有效 到底有多少有效 那這裡就會 到底你的東西是不是隨機性 會不會剛好因為今年的天氣比較熱 所以豬長得比較快 它跟飼料無關 還是說 因為你現在的那個豬舍的環境 拿掃得比較乾淨 比較舒服 而且你還有放音樂 所以 豬長得比較快 這不是沒有影響的喔 你知道嗎 那個放音樂 因為對乳牛蜜乳量 真的有很大的提升效果 這甚至還有發展出一種叫牛潮心理學的東西 所以我要怎麼避免 如果單純的 就過去的統計量跟現在 我很難避免這種 因為溫度 因為天氣 因為乾淨程度 因為你換了一間房間 換了一個養豬場 就不一樣 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確保這種隨機性 所以當他們在實驗設計的時候 就會 引入一個東西 對不對 什麼東西 對照組 我引入對照組的目的是什麼 我引入對照組 假設 比如說 100頭豬 現在呢 我把這100頭豬呢 隨機分成50頭一群 這50頭是對照組 這50頭是實驗組 那 對照組的50頭呢 我就用 從前的飼料 原本的飼料 然後呢 新的50頭呢 我就用 新的飼料 可是這裡就很無問題 你這兩個50頭的豬呢 你是不是全部放在同一個地方 那就貼號碼 對不對 全部放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豬上面身上貼 那些實驗組還是對照組 或蓋竿之類的 那全部都放在同一個地方 比較好 還是 我 一群豬養在這裡 一群豬養在另外一個地方 比較好 你覺得呢 養在同一個地方比較好 為什麼 對 環境比較不會影響 今天如果是氣溫的問題 我全部養在同一個地方 大家氣溫都是一樣 你如果今天 這個 這群豬 實驗組的 跟對照組的 養在不同地方 你怎麼知道說 是不是那邊環境比較好 那邊的水比較乾淨 或者是那邊的食物比較好 你要盡可能去消除這種差異 對 那以食物而言 因為它本來就是我們實驗的對象 所以食物本身應該是有差異 但是其他的部分不應該有差異 你要去消除這種差異的原因 連溫度 連一開始抽樣的豬群 你都要用非常隨機的方式去抽 去分 OK 那這種其實是真正實際碰到的困難 但是它不是數學理論上面的困難 好 在電腦上面我們很容易做抽樣 像我這樣子 Sample1到110 就抽了10個 我Replace等於True 那就是10個 10個可重複 OK 那這樣子 用電腦抽樣 最後其實電腦抽樣出來的東西呢 會非常準確 因為它 它完全是隨機的 電腦的隨機數可以做到非常棒 但是呢 如果今天在實際的 現實生活上的統計 就沒有辦法像電腦的隨機數做得這麼棒 你就要小心的去設計你的實驗 去消除這種可能的偏差 就像剛剛講 你發糖果 結果來的都是小孩 你發地瓜 結果來的都是阿嬤 這種偏差 要想辦法去消除 那 對於R而言 它的 它的 每個機率模型 你只要在前面加入R 就可以做抽樣 比如說RBINOM 20 50.5 這是做什麼呢 他說 BINOM 就是那個 二項分布 二項分布 然後 二十項裡面抽到五個 五個正面 二十次白博努力試驗裡面有五次成功 但是呢 它成功和失敗的幾率各為0.5 那 不對喔 這不是二十次 我看一下 RBINOM 稍微查一下它的 RBINOM 稍微查一下 他說RBINOM 是什麼呢 N 這個是N 對 這個才是大小 大小 所以是五次 對 那這大小是五次 這個 它不是二十次裡面 他說 抽五次裡面 五次的 柏努力試驗 這傳回來的就是 到底有幾次成功 所以五次裡面 這一次呢 成功了四次 所以他到底總共做了幾次 柏努力試驗呢 一百次 為什麼 每一組五次 那一組裡面呢 第一組有四次成功 第二組有三次成功 第三組有三次成功 第四組又有四次成功 總共做了二十組 二十組 結果它的結果是 四三 三 四二 四 三一二 OK 這是 這是二項分布的隨機抽樣 這是布瓦松分布的隨機抽樣 總共抽二十次 它的Lambda是3.5 也就是 每單位體積內 平均數量是3.5 那 結果他抽出來 請注意布瓦松分布 傳回的是隨機的整數 是整數 因為它是連續空間裡面的理善分布 OK UNIF則是均等分布 均等分布以標準而言的話應該是0到1 但是我這邊有設定最小是3 最大是8 所以它是3到8之間的均等分布 取二十個 那你就會看到這邊通通都是3到8之間 好 太小了 看大家眼睛很累 好 你可以看到這個均等分布 通通都是3到8之間 好 再來 常態分布 那種 平均值是5.0 標準差是2.0 標準差是2.0 好 那他抽到的 就有這些 你可以看到 他中間大概是在5.0的地方 但是呢 會有偏移 偏移就是因為標準差的影響 如果標準差是0 結果他抽出來都是一樣 那這個是指數分布 指數分布呢 他的rate是2.0 那 這邊 抽二十次 結果是這樣 那這些 圖形呢 這些分布會抽樣出來 其實如果我用抽很多次 那我都會產生一堆的樣本 我透過這些樣本 用HIST這個指令來 繪製統計圖 我們就可以看到他的結果 以二項分布而言 二項分布而言 如果我每一組抽5次 然後我努力試驗成功的機會是0.5 那總共抽10萬次的話 他畫出來的統計圖 是這個樣子 這二項分布 如果是布瓦松分布呢 Lambda是3.5 他畫出來的統計圖 是這個樣子 如果是均等分布 介於3到8之間 抽1萬次畫出來的統計圖 是這個樣子 如果是常態分布 平均值是5 標準X2.0 抽10萬次 畫出來的統計圖 是這個樣子 感覺就很常態 那如果是指數分布 Rate是2.0 抽10萬次 畫出來的統計圖 就是很像指數 好 所以呢 這裡是在講抽樣部分 抽樣 我們可以用R很容易的做隨機抽樣 你要哪一種模型 哪一種母體的隨機抽樣 我們都可以很容易的抽 好 接下來要來看的是 單樣本的敘述統計 單組樣本的敘述統計 我現在假設抽了一些樣本 我怎麼知道說 大概母體長什麼樣 我們可以透過數值或者是圖形 來反映出母體的特徵 好 那哪些數值可以用來反映母體的特徵呢 第一個 樣本平均數 面 OK 樣本平均數 面 再來呢 樣本中位數 中位數跟平均數不一樣 中位數是排在最中間那一個 如果你有七個的話 那中位數應該是第幾個 第四個 對不對 第四個前面有三個後面有三個 所以那個中位數應該是第四個 但是你是先排好 從小到大排好 取最中間的 中位數 那樣本變異數 樣本變異數 樣本變異數 請注意 如果你是取N個樣本 我們的樣本變異數是除以N-1 是除以N-1 不是除以N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貼的那個 所以 為何樣本變異數的分母要除以N-1 這是因為它是一種負偏估計 好 再來 樣本標準差 樣本標準差 就是樣本變異數開根號 所以我們通常把樣本變異數寫成S的平方 這個S就是標準差 S是樣本標準差 S是樣本標準差 但是如果是母體標準差的話 我們會用Sigma來寫 但是樣本標準差 我們用大S來寫 樣本全距 全距就是最大的減掉最小的 所有樣本裡面最大的減掉最小的 就是全距 那離群值 就是離其他樣本特別大或特別小的樣本值 這種通常會被我們排除掉 如果我們有理由把它排除的話 但是有時候沒有理由不要亂排除 有某種道理 就是我們只希望不要太特別的狀況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排除 那另外樣本的四分位數兼具IQ 這個是第三四分位數 減掉第一四分位數 也就是從小排到大 75%的那個點的值 減掉25%那個點的值 這叫四分位數 那這邊呢 R的部分它所取的通通都是樣本 樣本平均數 樣本編譯數 樣本標準差 中位數也是樣本 全距也是樣本全距 所以這些都是跟樣本有關 那舉個例子 如果今天抽到的樣本是 7468945628 這是我們抽到的樣本 那它的樣本平均數是多少呢 就是把它全部加起來 除以樣本個數 就是它的樣本平均數 以這個例子是5.9 樣本變異數呢 就是全部加起來 全部減掉平均數平方 加起來 再除以N-1 這才是樣本變異數 但如果你以之母體呢 就不要除以N-1 就除以N 另外樣本標準差 就是變異數的開根號 中位數呢 你就要取最中間那個 但是萬一你的樣本數是偶數格怎麼辦 偶數格就沒有最中間那個 你就取最中間兩個平均 偶數格的話 那全距呢 就是最大的減最小 以這個最大的是9 最小的是2 所以它的全距就是9-2就是7 第一四分位數 就是25%的地方的那一個點的數值 這時候有時候剛好有25%的點 有時候沒有還是要做內查 那以這個例子 第一四分位數 你看 我們照順序排 就會發現說 OK 把這個樣本照 從小到大排 那你要取 25%的地方 因為這個樣本呢 總共有10個 10個樣本裡面 其實只有9個間距 只有9個間距 所以 Q1的位置應該是從0開始算 在0.225那一點的地方 所以呢 就是 0.25乘以10分之9 那就 0.225 但是因為我們這裡是寫0到9 所以其實是2.25那個地方 這是012 2在這裡 2.25個 那就是在4到5之間 在4到5之間 那做內查 4加0.25乘以5解4 4.25 OK 4.25 好 第三四分位數就是 算75%地方的那一個點 75%地方的點 那一樣 你就要算出來是0.675 但是呢 以算那個位置的話 因為有10個樣本 所以乘以10倍 6.75 而且第一個從0開始算 再加1 7.75 所以你要算第7個 第7個之後 再加上0.75的比例 所以第7個就是8 再加上0.75的比例 第7個是7還8 第7個是7 7再加上0.75的比例 怪怪的 第7個明明是 搞不好寫錯 第7個我這邊看應該是8 看一下 7加上0.75乘以8.7 我等一下用R算算看 好不好 這一個算錯 再來 樣本四分位數的間距叫IQR 它就是Q3 就是75%的地方 減掉25%的地方 Q3-Q1 四分之三 減掉四分之一的地方 使用R軟體來驗證 你會發現 OK 我隨便取一個樣本 群 10個 取到這10個 我取到的平均數 43.8 全部加起來除以10 取中位數的話會是36 取編譯數的話會是984 取標準差位是31 取全距的話是7和98 它是傳回兩個字給你 但是真正的全距應該98.7 98-7就是91 那取最大值就98 取最小值就是7 最大減最小就是91 這就是全距 那第一四分位數 以這個例子而言是19.25 第三四分位數應該是70.25 兩個相減就是IQR 就是51 那真正取IQR的時候也是51 那有一個函數叫5 number 這個5 number呢 你執行完之後 執行summary 它會告訴你這五個數字分別是 最小值第一四分位數 中位數平均值第三四分位數最大值 這叫5 number 技術 所以如果今天要用R軟體來算出統計值 那我就只要會下那些函數就可以了 這些這些 第一四分位數要用狂鈦 第三四分位數狂鈦 的時候要給0.75 一個是給0.25 一個是給0.75 OK 那最後你也可以位置一些統計圖 來讓你看出到底這個東西的分布 是寬還是窄 是集中還是分散 中間點在哪裡 平均值在哪裡 那這些統計圖 那這些統計圖裡面 通常呢 有一種統計圖叫核型圖 Busplot 它的畫法是這樣 最小的部分就是這一個點 最小的部分 然後呢 第一四分位數這邊開始畫一個核狀 然後呢 中位數的地方畫一條線 第三四分位數再畫核狀的結束 後面用一條線表示一直到最大值 那這個就是核狀 那這是核狀 那這是核狀 OK 那我們也可以用RNone來取常態分布的樣本 然後呢 你用Steam來畫出它的金頁圖 這個金頁圖比較少用 那再來的話用Histogram畫出它的統計圖 好 那你就會看到 這個是S的統計圖 好 統計圖 OK 然後呢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plot 用plot畫出來的結構 好 就是閃電圖 那ECDF ECDF ECDF 這個F S等ECDF S 畫出來的結果 它是一個閃電的累積分布 看一下 Empilical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就是經典的累積分布函數圖 好 這些 這些統計圖 這個是核狀圖 核狀圖 boss plot 那你也可以用R軟體來算共變異數和兩組樣本的相關度統計 那這個等一下再說 我們先把一組的先做完 好 先看一組的部分 當然這個我覺得我們的課本算得好像有點不見得一定正確 所以我們用R來驗證一下 好 首先呢 我們C是 C是那個 怎麼講 C是 是連接 就變成一個陣列 好 這樣子 比如說X等於C 這樣就把它建立成一個陣列 比如說X 那就是這一個陣列 那我們現在要算它的樣本平均數啊 樣本變異數啊 標準差 這些東西我們都可以下函數去算 算樣本平均數 mean as 5.9 樣本變異數 OK 4.7 標準差 2.18 這個 標準差一定是變異數的開根號 否則的話 否則的話 對 開根號 好 接下來呢 中位數 全聚 第一四分位數 第三四分位數 IQ 中位數的話比較簡單 medium 中位數是6 你把它從小排到大 發現6在最中間 而且因為有兩個6 所以兩個6取中間還是6 那再來 四分位數 它可以取任意分位數 所以我取S 0.25 這個就是第一四分位數 我取0.75 第三四分位數 Q3 那 所以 我就這樣寫 Q1 等於這個 Q3 等於 不對 Q1 取到Q3 Q1 等於這個 Q3 才等於這個 然後 Q1 Q3 Q3 Q1 Q1 就是3.5 IQ Q Q R 這個是 這個 這個叫什麼 樣本四分位數 間距 樣本四分位數間距 然後S 3.5 沒有錯 所以 透過這種方式 我們可以算 可是剛剛這個不知道算不算 有算對嗎 4.77 這是什麼 變異數呢 4.766667 看起來是對的 看起來這個 算變異數是算對的 中位數 全句的話 這邊寫7 對嗎 全句的話 不對 全句的話 全句是沒錯 9-2 全句應該是對的 Range 沒有打Range 就是2和9 9-2 就是7 好 接下來第一四分位數是4.25 對嗎 4.25 對 第三四分位數是7.75 7.75 對 好 那 樣本四分位數間距3.5 也沒錯 好 所以 這是我們 對單組樣本的統計量 所做的操作 其中有一些錯誤的操作 我把它刪 OK 這些應該是對的 OK 所以各位 可以用R來算 但是 你也要會用手算 因為 考試的時候 不會讓你用電腦 所以 你要會用手算 好 那請各位試試看 你可以用手算 再用R驗算一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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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